各位听友 欢迎您收听 有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 仙艺 作者 二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第八集 张虎 张虎连忙接过 吃了几口后啊 不好意思地说道 汪连 你还是自己留点吧 你是新来的 不知道杂物出的黄鼠狼 一肚子换水 等你明天干活就知道了 他妈的 他简直就不拿我们这些 记名弟子当人看 黄鼠狼 汪连一争 他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之前嘲笑自己的 那个黄衣青年 觉得他比较符合这个称呼 可心里不知道 到底对方说的是不是他 啊 你没看到他 就是负责安排 记名弟子工作的那个男的 他也是记名弟子 不过 已经获得了修炼仙法的资格 身穿黄衣 长得 一看就不是啥好人 跟个狼崽子似的 我们私底下 都这么叫他 张虎喝了口水 咬牙切齿地解释道 王林吃了口干薯 说道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今天看到他了 和我说从明天开始 每天挑满十缸水 否则 没有饭吃 张虎目瞪口呆 盯着王林看了许久 忽然问道 哥们 你是不是以前和他有仇啊 王林摇头 问道 怎么了 张虎一副可怜的目光 看了眼王林 问道 王林 你是不是以为 装水的大缸 就和咱家里用的那样 这么大 说着 他还用手比划了一下 王林心中 生起不好的预感 点了点头 张虎苦笑着说道 嗨 你一定是得罪黄鼠狼了 他说的大缸 是和我们这个屋子差不多大 整整十缸水 王林 这些干属我不要了 你留着吧 我约摸 你能四五天吃一顿饭就不错了 你是新来的 山里几个产野果的地方 都被别人霸占了 只有老人 才能去摘几个 我还是明天吃我的野果吧 说完呢 他把剩下的几块干属 放在桌子上 叹了口气 重新躺在床铺 睡下了 王林心底冒起一丝邪火 他咬了咬牙 想到父母满怀期望的目光 强行把火气压下 憋着一肚子气 躺在床上 睡着了 第二天天未亮 他就从床上爬起 张虎还在打着呼噜 王林换上灰衣 联盟向杂物处走去 来到此地的一刻 太阳渐渐从东方出现 黄医青年推开房门 斜着眼睛看了眼王林 阴阳怪调道 还算守时 进去拿水桶吧 顺着东门出去 山间有个泉眼 到那里调水 说完了 他不再理会王林 潘膝坐在地上 对着日出 缓缓地吐纳 一丝丝淡淡的白气 从他鼻尖散出 如两条白龙般翻滚 王林眼露羡慕之色 走进房间看了一圈 终于在一处门后 看到了那十个庞大的水缸 苦笑一声 他拎起两个水桶 向东门走去 走了很远的路 这才来到对方说的泉眼 此地风景颇为秀了 水声哗哗作响 犹如天籁之音 迷人心扉 王林无暇看着眉景 把水桶装满 连忙拎起 向山上走去 一直到黄昏 他才倒满一岗 若不是中午 他又干暑填饱肚子 根本就没力气 进行余下的工作 尽管如此 他现在的双腿双臂 已经酸麻 一用力就疼痛难忍 他沉淫少许 拎着半桶水 找到一处无人之地 谨慎地在四周观察一番 确定无人后 他从怀里拿出石柱 放在水桶里晃动一番 过了一会儿 他捞出珠子收好 快出桶里的水一喝 肚子里顿时出现了一丝丝 暖洋洋的感觉 全身肌肉的酸痛感 慢慢消散了 虽然效果不如露水 但王林却极为兴奋 他摸了摸胸口 放石柱的位置 再次决定 绝不能让人知道 自己有这宝贝 把半桶水都喝光后 他肌肉不再酸痛 神清气爽 立刻继续挑水的工作 这一日 他装满了一缸瓣 又喝了半桶 用神秘珠子浸泡的泉水后 为了怕别人怀疑 他装出一副疲惫不堪的神情 回到住所 不大一会儿啊 张虎回来了 脸上依然还是那副 劳累过度的表情 二人交谈了几句 张虎犹豫半天 吞吞吐吐地 讨要了两块干水 吃完后 倒在床上 呼呼大睡 时间很快过去 转眼间 王林在横岳派 已经一个月了 王林现在知道 张虎的工作是砍柴 每日要砍够足量的木材 方可吃饭 从他成为横岳派 记名弟子开始 就一直砍柴 已经三年了 三年前呢 他往往三四天 才能吃上一顿饭 全凭喝水 填饱肚子 现如今呢 他已经把时间缩短 两天就可以吃顿饭 据他说呀 记名弟子 要干杂务十年 做到每日三餐 顿顿都不落下 只有同时满足了 这两个要求 才可以被传授一些 基础的宪法 内门弟子 则与他们不同 有各自的师傅 不用做任何杂务 有个人单独的房间 他们主要的工作 就是修炼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 介乎内门弟子 与记名弟子之间 就是如王浩般 称为别人的童子 其实所谓童子 直白来说 那就是仆人 这类人 也不需要干杂务 而且 还能修炼一些 低级的宪法 他们只需要完成 主子交代的工作 就可以了 不过这类人呢 往往天资都很一般 一生 不会有太大的出息 只能做一辈子仆人 所谓的天资 王林也从章虎那里 了解了大概 简单来说呀 天资 就是灵根 每个人身体内 都或多或少 具备一些 不过重点是量 灵根充足 同样的宪法 若是一年可以炼成 那么灵根缺乏者 可能需要十年 甚至一百年 人的生命有限 资质平庸者 往往一生 都没有太大的发展 这也是为何 修仙门派 收弟子 守重灵根的原因 这一个月 王林每日挑水时 都要喝上不少 用神秘珠子 浸泡的泉水 身体 越来越结实 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 从开始六天 挑满石缸水 到现在 只需要三天 就可以做到 不过 为了不被别人怀疑 他每日都是 太阳还未出来 就起床 不紧不慢地 拿着水桶 走在山间小路上 这样一来呀 看在别人眼里 尽管惊讶 他三天就可以完成工作 但大都把这些 推到了 他起早贪黑上 这一个月来 几乎所有的 记名弟子 都认识了王林 一个个看到他时 都露出 高高在上的表情 语言恶毒的讽刺 王林对此 都是无视 他知道 这些记名弟子 一个个心里 都扭曲变态 他没来时 这些人处于 门派的最底层 身上承受的苦泪 无法发泄 现在他来了 靠自杀 进入门派的他 身份 无疑比记名弟子 还要低下 所以成为了 人人可以欺负的对象 他心中冷笑 知道这种事情 不是反抗 可以解决的 门派内 强者为尊 那些 比他早入门的 记名弟子 一个个身体 都很强壮 更有的 甚至还学到了 一些简单的先法 他若是反抗 吃亏的 一定是他 不过王林 也不是那种 软狮子性格 他把所有 讥讽的嘴脸 都记在心中 等待实力增强后 一一回报 带着这样的想法 他就如同 笼子 瞎子一般 不管别人如何说 依然我行我素 每日除了挑水 就是偷偷研究 神秘的珠子 他尝试用各种液体 来浸泡珠子 泉水 露水 汗水 甚至连血液 都用上了 最后发现了 这些当中 还是露水 效果最佳 不过露水 也有区分 清晨出现在 石珠上的露水 效果最好 夜晚露水次之 若是从其他物体上 采集露水 浸泡珠子 效果更差 以此类推 则是泉水 没有效果的是 血液与汗水 几乎半点功效都没有 为了不惹人注意 他特地在山中 找到几个野生的小葫芦 把里面的籽 都掏光后 分别用来装 不同的露水 这些葫芦啊 他没带在身上 而是找到一处偏僻地 分不同的位置 深深埋在地下 除了每日采集时拿出外 从不拿回门牌 随身携带的 是装着泉水的葫芦 疲惫时喝上几口 立刻精神焕发 除此之外 王林也发现了一个 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每当夜晚 或者清晨 石珠上浮现露水时 往往珠子表面 看似都是水珠 可实际上采集时啊 却会有一大半露水 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最多也就留下不到 十分之一 对于这个奇怪的现象 王林只能归纳为 那些露水被珠子吸收了 虽然这个解释啊 有些荒诞 不过除了这个 王林实在想不出 其他的答案 这一日黄昏 王林把剩下的三缸水倒满 对正在打坐修炼的 黄仪青年说道 刘师兄 我要回家一趟 明日不过来了 刘姓青年 眼睛一翻 扫了王林一眼 鼻子里嗡了一声 王林也不在意 他从张虎那里了解到 姬名弟子 每年可以有三次 回家探亲的机会 可以随时向一个 姓孙的长老申请 并讨要 可来去自如 展现门派仙术的仙福 王林记得呀 他爹寿臣将至 说什么 也要回去一趟 于是离开杂物处后 向专门负责 记名弟子的 长老那里走去 横跃派 分为五父 一正六院 五父 分别是金木水火土 各有记名弟子居住 内门弟子 与长老大都 居住在正院 平时挑水 他也曾远远地 注视这里 内心充满羡慕之意 这次来到此地后 仔细打量一番 站在正院门外 高声说道 记名弟子王林 求见孙长老 一个身穿白衣的年轻人 晃晃悠悠地 从正院走出 看了王林一眼 神情高傲地说道 你就是王林 看到对方身穿白衣 王林内心一笔 点了点头 他现在已经知道 横跃派内所有弟子 按照等级划分 依附的颜色 记名弟子 分为灰衣 与黄衣 其中 黄衣 代表获得修炼 宪法的资格 内门弟子 则是根据各自实力 从高到低 依附分为 紫 黑 白 红 四肢 白衣青年 嘴角一匹 冷淡地扫了眼王林 转身 向院内走去 王林面无表情 多不跟上 走在正院内 时间不长 他被带到一处 种植了花花草草的园子旁 白衣青年 懒洋洋地说道 孙师叔 有记名弟子来找你 说完呢 他漫不经心地 站在一旁 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园子里传来 你下去吧 几名弟子进来 白衣青年轻笑一声 告退了 王林内心很紧张 推开园子门 刚一走进了 顿时一股浓郁的药香 扑面而来 王林一睁 回头看了看园门 心里纳闷啊 只不过一门之隔 为什么在外面 却一点药香都没闻到 在那里干什么 还不爆出名字 声音露出不满 从园子一角的房间中传来 王林连忙恭敬道 弟子王林 拜见孙长老 我爹明天寿臣 弟子想回家一趟 你叫王林 原来就是你 修仙之人讲究斩断凡臣 你这般牵挂俗士 一生都不要想踏入仙门 苍老的声音 训斥道 王林皱起眉头 忍不住说道 弟子并未学习任何仙法 怎能算是修仙之人 对方一阵沉默 许久后不耐烦道 期限三天 速去速回 这是可以使用两次的千里服 站在腿上 可让你速度大增 说完呢 一张看似平淡无奇的黄纸 从房间窗户内飘出 轻轻地落在王林的脚下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先玄幻修真小说 仙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